淋巴癌是香港的十大癌症之一 每年更加錄得超過一千宗新症 更有傳聞說淋巴癌其實是隱形殺手 到底我們可以怎樣預防 通淋巴又有沒有用呢 淋巴癌目前來說 很可惜仍然沒有一些很確實的病因 很難預防 既然病情不能預防 又容易擴散全身 死亡率高不高 一定不是 如果其實這麼多癌症之中治癒率 我覺得淋巴癌算是高的 去到第三第四期 我們都超過一半的病人可以治癒 今集查這些有梁憲酸醫生 跟我們分享怎樣治療淋巴癌 淋巴癌是一個很常見的血癌 更加是十大癌症殺手之一 所以我們今天找來 血液及血液腫瘤科專科醫生 同時也是養和醫院副院長 梁憲酸醫生來跟我們講解一下 Hello 梁醫生 你好 因為我看到坊間說 淋巴癌是沒有鮮兆的 是隱形殺手 看到這個治癌 我馬上聞風喪膽 很害怕 是不是真的醫不好呢 那一定不是 如果其實這麼多癌症之中治癒率 淋巴癌是算叫做高的 所以所謂隱形殺手 其實意思是 其實它是多變的意思 因為淋巴細胞是身體四處走的 比如頸、咕嚕底、鼻勒那些地方 但是因為淋巴細胞會四處走的話 其實理論上身體任何器官都可以有這個淋巴癌的形成 而淋巴癌有一百幾十種 所以每一種特性亦都有些不同 還有治癒的機會亦都不一樣 怎樣可以真是早一點發現自己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先兆又不是沒有的 不過就不是很獨特 淋巴癌最常見的病徵始終都是淋巴結長大 因為超過一半以上的淋巴癌都是懸發在淋巴結那裡 所以它們病者都是突然摸到頸裡 突然就長大 或者是膝蓋底、肚子、鼻勒的地方 但是當然 裡面的你摸不到 胸腔和腹腔裡面 那些也摸不到 可能會有痛、有不舒服 體重下降、四育不振 那些也需要掃描才能看到淋巴癌的腫瘤 或者病者消瘦 都是一個常見的病徵 突然間瘦很多 還有發燒、出野汗 這些都是要小心 那我們是不是可能一摸到有些腫脹 我們其實都要擔心一下 其實頸的淋巴結 腫脹是常見的 尤其是小孩子、年輕人 例如你有感染、喉嚨發炎 很多時候頸的淋巴都會漲大 而且會痛 大部分這些情況都不是淋巴癌 所以不用太擔心 如果它不痛 反而會擔心一點 而且越來越大 或者過很多星期都不消散 你就要看醫生 看看有沒有這個特別的情況 如果有懷疑的話 可能要做活檢 你要檢查 有三種方法常用 第一是用幼針抽 第二是用粗針抽 第三是整顆拿出來 當然整顆拿出來會最準確的 因為淋巴癌的病理分析都比較複雜 所以如果你懷疑淋巴癌 一般我們都不建議你做幼針抽 就是抽幼針 就會起碼都用粗針 或者整顆拿出來 就會有助這個 更加準確 是的 給病理醫生能夠準確地來判證 那有沒有說哪些年紀的人 都會是一些高法的人士 其實大部分都是60歲以上的 所以都是年紀大容易 跟其他癌症一樣 都是一些基因特變 但是淋巴癌比較特別 就算是兒科12歲以下 或者年輕人10多20歲 都有機會有淋巴癌 所以也都要特別小心 特別在20歲30歲的區間 有幾種淋巴癌 是特別在那個年紀的 所以就連輕人的淋巴結長大 都要小心 有需要的話就要做活檢 有沒有說大概是多少成的治癒率 超過一半的病人其實都治癒的 主要的問題就是很多時候有困難的 都是比較有長者 我們用的藥未必可以用到很重 使得治療就有一定的難度 如果一般年輕的病人 大部分治癒的機會都非常之高 死亡率我想大約是少於三分之一 一般來說淋巴癌 先說毒性 毒性有些是毒性低的意思 就是說它生長得很慢 可能很多個月甚至很多年 都未必有很明顯的病徵 但是治癒率仍然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八九成都可以控制得非常之好 反而高毒性藍巴癌 因為它生長得快 就可能很早已經有病徵 很早就知道去看醫生 所以那些也都可以早些察覺 早期的高毒性藍巴癌治癒率 就去到八九成以上 就算是去到第三、第四期 我們說都超過一半的病人可以治癒 有什麼手法治療方法可以幫助他們的 我們治療之前 剛才說過了 第一要先確診 一百幾十種種種種的治療方法都不一樣 一個準確的活檢 加上一個很有經驗的病理醫生 來給你一個很好的報告 很精準的病理分析是非常之重要的 第一 第二點就要看抗散 我們剛才也提過 我們一般都會建議做一個正電子素描 這個就比較精準的 初步也都看到毒性有多高 低毒性藍巴癌就沒有那麼活躍 高毒性藍巴癌的訊號會強很多 但如果環境不許可 做不到正電子素描 一個全新的電腦素描 你也可以很準確地做這個分析 看看抗散的程度 一般大部分的藍巴癌的病人 都是抗散得比較早的 就算抗散了第三、第四期的病人 亦都有相當不錯的治癒機會 亦都不需要太擔心 即使我擴散到全新也好 其實都有治癒的可能性 是的 有些就算是擴散到骨髓 或者是老的地方 亦都有機會可以治癒得到 但當然 越早期治癒的機會是越高 那你擴散了的話 當然難度就會增加 做完這些分析之後 還要做一個評估 就看看病人的身體狀態 這年紀比較大一點的 可能有其他的 糖尿血壓心臟的毛病的話 我們做一個評估 變成在選擇藥物的時候 我們就會更加準確 可以選擇適合的藥物 那一般大部分來說 我們仍然是用很多東西用化療的 化療仍然是 雖然用了幾十年 仍然是對付淋巴癌 是非常之有用的藥物 但是最近這二十年 已經用來再加上單克隆抗體 那麼很多的淋巴癌 都有特定的單克隆抗體 可以加進化療裡 那麼一加一等於三個效果更加好 變成了那個療效比以前 單單用化療好很多 那麼有些很高毒性的病人 我們可能早點做 這個自體幹細胞移植 減少那個復發機會 如果有些腫瘤很大的話 也都可以考慮 做這個局部的電療 減少在局部復發的機會 如果萬一復發不幸運 腫瘤即控制了一段時間 它有復發的話 仍然我們有很多其他的藥物 可以有二線三線的治療方法 仍然有可以治癒的機會 所以每一種的淋巴癌 可能會有些不同的治療方案 剛才說了一個單克隆抗體 這個治療方式 可否再說多一點 其實這是什麼來的 單克隆抗體是一種 我們亦都屬於標靶藥物的一種 這個我們以前都有20年的歷史 開頭有這些抗體的時候 我們叫做神奇子彈 因為它會追著那些癌細胞 變成一般副作用比較少 以及針對性比較強 那醫生你會否都見過一些個案 其實可以控制得很好 在短時間內 其實都已經醫好了這個淋巴癌 那就沒得心急的 一般平均治療的時間 都要有大約半年的時間 比較深刻印象是一些長者 打完抗體和化療的治療之後 那個康復都相當之好的 我都見到有90歲的淋巴癌病 起病的時候想著想著 醫不醫好呢?家人都勾頭 醫不醫好 但是情況惡化得很快 都決定醫 醫了之後也有好的效果 現在都經常是100歲 所以有時候長者也不一定說太 消極要個別考慮 如果病者的體質不是太差的話 你也不要說太早放棄 因為很多長者都聽到 癌症沒有生活質素了 不醫了 她又辛苦 但是這個挺好的 臨巴癌因為有很多治療方法 有很多痊癒性 單膿抗體的副作用 一般就不算太多 就算現在那些化療 因為有好的支援 那些治療藥各樣 也都不太辛苦 如果我們真的想預防 或者生活上面做一些改善 有沒有什麼建議給觀眾 我自己覺得臨巴癌目前來說 很可惜仍然都沒有一些很確實的病因 有法的病因知道 變成你不知道原因就很難預防 反而是我們要及早發覺 是一個正面的想法 譬如有些頸部有些腫瘤 或者摸到格拉底比拉有些腫瘤 或者有不舒服的體重突然下降 出夜汗發射 發燒不退那些 很多星期都還在發燒 那些就要看醫生 看清楚有沒有臨巴癌 這個都是及早治療 一般人經常都說 為了健康就通臨巴 通臨巴這件事會不會影響我們 容易有這個臨巴癌 還是它可以預防臨巴癌 其實我們的臨巴系統有兩方面 一方面是一個循環系統 我們手腳的水份 就經臨巴系統回收去 譬如我們正常的心臟循環系統 這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有些臨巴水腫那些情況 臨巴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免疫系統 免疫細胞 所以通臨巴和臨巴癌 就完全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一個是循環系統 一個是免疫系統 始終因為臨巴癌是走人全身 究竟它的臨巴細胞 有沒有上腦的機會 也有的 例如最出名的就是膏丸癌 膏丸的臨巴癌是比較少見的 但是也有的 如果患了膏丸癌的臨巴癌 病人就很大機會 那些癌細胞會走入腦裡 所以這些我們會有些警覺性 就會要小心處理 推斷就是可能那些血液系統 那些循環系統是有點連接的 所以比較在那個位置就比較容易去到腦裡 但確實的原因也不知道 但是也有些種類 譬如在眼窩裡面 或者鼻咽裡面 那些都是很近的腦 那些我們也知道是容易上腦 我們也要特別小心 始終臨巴細胞也影響免疫系統 那本身臨巴癌的病人的抵抗力本身都會低 如果是已經擴散到骨髓的話 白血球素量也會下降 使到它的抵抗力進一步下降 那所以呢 在這個治療的過程之中 預防感染、對付感染是非常之重要 飲食一定要乾淨 煮熟、生辣的東西不好吃 那但是營養東西就一定要多吃一點的 但是就不好吃生辣的東西了 那今天多謝你 跟我們分享有關這個臨巴癌的資訊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記得分享給朋友 有什麼問題歡迎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